嘿大家好,欢迎来到区块先生的crypto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聊SAI Network跟Cyber Connect 这两个项目即将上线在币安交易所 尤其是SAI这次公布说他们会有空投 那大家还记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个月 有拍了很多SAI相关的交互教学 其中还访问了SAI的共同创始人Jane 那SAI现在有多少代币为空投呢 跟未来还会不会有空投 我们待会来讨论 在开始之前我要请大家 加密货币投资贩高风险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话就绝对不要碰 今天讲的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然后记得我们现在每一集都会抽奖 从抽100美金,50美金,10美金 到抽我们的帽子和T恤 那抽的方式非常容易 就这一集影片达到3000的观看率 然后呢把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点赞,留言就有机会哦 那我们基本上每次达到后呢 过没多的就会抽然后联络你们 然后都会呢在这个IG上面公布得奖得着 所以记得也要追踪我们的IG 确保你不会错过 像上次PRISMA这个奖励就有一位 这个观众没有联系就预期了 那我们现在他后来也有来联系我们 我们也会把这个奖品发送出去给他 但是呢也请大家就是呢 如果你有被抽到 然后也被审核通过后 记得要来领奖哦 不然真的有时候会拖太久 好那我们直接开始吧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SAI的空头哦 SAI现在的代币模型呢 它代币经济呢是分为这五块 第一块呢是生态 是48%的这个代币 第二块呢是这个Foundation 然后呢第三块呢是这个团队 20%再来是在币安上的Launch Pool 还有另外20%呢是私募投资者 那大家最在乎的那一块呢 就是SAI Airdrop and Incentive 那他并没有讲说 谁可以获得哦 现在基本上就是跟这个测试网 有交互的人 然后确保说呢 他们是真实的用户 那他这边我们怎么知道 会有多个空头呢 因为他这边有讲说 Season 1 所以说这一次给出去的空头 应该是第一个 但是如果我们看之前Optimism 跟Arbitrum上来说的话呢 其实后续的空头 金额可能会更高 因为呢最开始的空头 是最多人参与的 我们看到很多那种工作坊啊 疯狂的去挖 疯狂的去撸这些供链空头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过程过后呢 通常参与的人就会少很多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 如果你这一次空头没获得 未来不会有机会哦 像我好几次获得空头 都是单纯的是拍影片介绍视频 不一定是真的是onchain上面去撸 当然我还是一样会在链上做交互的动作 那另外一个项目呢 是这个Cyber Connect Cyber Connect呢 它是一个web3社交平台 Social Network 然后它也是直接上币安交易所 看起来是被币安投资 然后呢 它这边是讲说 它有各种的这个应用场景 一个叫做Cyber Account 使用了之前我们讲到的这个ERC4337 4337呢 其实有几个协议也有用 像是Matrixport的SDPD 就是Short Term Bond Token 它可以是KYC过后的用户 就是KYC过后的这个地址 所以它有一些特性在这里面 另外一个呢 是叫做这个Cyber Graph 还有Cyber ID 那么未来要出了这个W3ST 那它在代币经济模型这一块 看起来呢 就是说用户可以质押 然后呢 去把这个投票权给到别人 或是单纯自己质押 然后呢 它总共的这个supply呢 是1亿颗 对 然后这边也有讲啊 就是有80多万的Web3用户 有去生成它这个Cyber Profile 以前叫做CC Profile 然后呢 交互了730万次 反正就是全部都是Web3 这个社交的交互啦 这样有办法获得这个Cyber Token 那其实我之前讲过 这种代币经济模型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实现哦 这不代表说我不看好这个项目 也不是说我看好这个项目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点像上次B&Sung Arkham一样 就是这种代币最终 你要有很多的激励才有办法实现 然后呢 支撑它的这个估值 因为大部分币安上的项目 都会是5到10亿美金的估值 那很多当然入屋续续都跌破5亿的估值 那你要有这样子估值 基本上你就要相对的收益嘛 其实我们看像Optimism 其实它在收益上就很低 因为呢 OP代币不是拿来支付Gas Feed的 所以Optimism 基本上都是靠OP Stack 像是Base来赚收益 就连Base一年也才支付它500万美金左右 对 所以你要说这样支不支撑的 一个60亿估值的项目 就很难说 那同样的我们昨天有介绍像EigenLayer EigenLayer它就可以透过这些Sequencer 这些Offchain Node 还有这种Database 这些 这个SideChain做收益 那个可能就远远高出500万美金 因为它直接从用户端这边收费嘛 就不是B端 那为什么这个跟CyberConnect有什么关联 就是CyberConnect这边 我觉得它在收益上 其实就会不会那么的高 至少现在来看 好 但是还是要慢慢观察 常常讲JB上了后大家不要疯狂的去追 但是如果说你有持有B&B 这些当然是一个好的收益来源 其实近期Binance的Launchpad跟Launchpool 一直在上项目 格显出来说他们想要巩固B&B的这个代币价格 那不知道大家对这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底下留言 因为这个Q1跟Q2 今年其实美国的这个SEC和各国监管 都在打压币安 其实基本上打压各交易所 当然就打最大的 所以 尤其美国带头打嘛 大家就跟着 那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好 继续我们来讲一下Cyber的这个代币经营模型 应该说它的代币分配啦 团队跟顾问呢是15% 这个其实比SEC还要来的 感觉分配的好一点 我们看一下SEC刚是怎么分 SEC团队是20% 然后 来看一下喔 呃 虱目呢是25.12% 然后呢是锁12个月 然后呢三年限限四方 所以12个月后才会拿到代币这样 诶 这边有一个重点 他讲TG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TG 有时候有些项目会就是提早TG 提早两三个月TG 但是还没有到市场上面交易 那这个就可能开始算时间了 好 然后呢社区的这个国库是10.88% 社区的奖励是12% 然后这个有20%会给这个 呃早期的这个参与者 呃也是给蛮多的 Coinless Publix 喔对他们在Coinless上面 融资是3% 呃这个Ecosystem Development是34% 这个基本上也是这种挖矿奖励 呃一直累退的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讲解 Cyber Connect跟 Say 两个东西差很多 一个是社交平台 一个是在基于在Cosmos 用Tentiment共事成的一个呃工链喔 那我常讲喔 就我觉得工链 不是说我不看好了 但是呃因为你看我其实也访问他们 然后也介绍很多C Network上的东西 我同样也介绍Suite也介绍Aptos 也介绍Zeta Chain 也介绍各式各样的链 但是呢我必须得说 我觉得工链现在有两种赚法 就是对于散户来讲 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鲁空头嘛 鲁空头基本上它是一个 呃你不需要花多少钱就有蛮不错的回报 有点像我今天有发文说买那个Taylor Swift的演唱会的门票一样 你买到你就现赚对 那鲁空头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很难被反录啦 除非你去到假的这些测试网站 然后呢被拿走你的代币 那第二种呢就是呃在这些上协议上面发项目 这个其实我上几集播客里面都有讲到讲到过 那我知道我已经两周没讲播客 所以我这周讲的时候就会讲到 就是说有很多协议呢 呃他其实是专门去鲁空头的 就呃反正我我认识很多这些协议啊 然后呃这些协议呢呃他们也是好协议 不是说不好协议就是很多都知名协议 然后也上了很多大交易所 但是这些协议呢他真正赚的比较多的钱 我觉得是来自于鲁空头上面 然后呃那我曾经在这个日本的时候 就遇到一个团队他就是他们不是日本人哦 但是他反正正好在东京参加会议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些供链上的部署 呃这些不同的项目啊主要都是部署 uniswap v2啊或是这个ave v2 landing啊或compound啊这些的 然后呢他们一部署可能就十条链 就是一个工作室这样做啊 因为其实这些代码都广瓜烂熟了 然后代币经济模型广瓜烂熟了 然后现在又有trade gpt 所以你可以很好生成gitbook 那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项目他其实开发不难 然后呢运营也不难他最难是行销就让大家知道 所以说他们会运用呃就是本地行销什么意思本地行销呢 就是呃今天你去部署在一条链这条链就是本地 对就你就想像你今天去个岛好了 你今天比如say 是一个岛啊 然后你去这个岛上开咖啡厅 那这个岛本来就是一个孤岛了 那这个政府是不是就会去扶持你这家咖啡厅 对给你一些免税额度啊这些的 所以说呃这就是本他们的这种本地文化的概念 那呃很多这些项目呢他就会去这些攻略 那我跟你讲这其实就是一个愿打愿挨的这种状况 就是这些攻略呢就需要女巫攻击嘛 他就需要有人去洗这些量 就需要有人去上面做产品 那所以说如果你有开发能力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录空头方式 我刚刚是讲三种 一种是你自己去录另外一种就去上面开发 那第三种呢其实就像现在做视频这种方式 就是你你写文章做视频 其实是呃最难被别人竞争的一块地方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交互 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呃就是作为社区推广者来讲的话 他的这个呃收益可能也会蛮高的 但这个有多高我有时候觉得就是就是少少 就是可能一两千块美金这样子 但是你要说他低也不低说他高也不高 但是对于斜杠在整个呃币圈里面来讲 这三种方式在于撸空头是很好的 那回来最前面讲的我说的就是说 这个对于呃供链市场有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觉得供链其实很难了 因为呃就是市场上面的供链太多了 那呃大家其实都很怕 因为很多DeFi协议被攻击 尤其像呃上上周那个Curve 呃合约没问题 可是呢底层的这个编辑器呃viper出问题嘛 所以说而且你要想这就有点像今天如果你用JavaScript 或者用Python开发然后结果Python自己的这个更新出问题对 那呃就是Solidity有可能会有类似的问题 所以当你去到不同的供链 不同的供链有时候会有自己的这个Compiler 基于新的Language上面 那这也有可能会有问题 然后这也会导致所有在上面开发的项目也会出现问题 对所以呃这边有很多盲区啦 我我我讲作为就是一个开发者的观点来看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大家都在学习不同的语言 但是这语言可能都是中文的某种的这个呃差异性 可是呢呃这个这个文法呢可能都有一些不一样 导致说每一个国家所创造出来的新的一个呃这个文法 他在上面在开发的话可能底下出现问题 上面不会有人知道因为你就是从小就学这样子的文法 有点像这样的概念对吧 所有现在用Viper Solidity开发的人 他就会认为说Compiler没有问题对吧 他就觉得欸我老师就这样教我 我这样写就是没有问题 所以他不会去想 潜意识里面不会去想说我要去呃 审计或是去顾虑下面的问题 就像是呃这个所有在写代码的人一样 你不会去质疑呃JavaScript的开发者 你不会去质疑HML CSS 你不会去质疑Python Rust这些对吧 因为你就是觉得他就是对的这样 那呃所以说为什么讲到这个呢 呃因为呃Defi现在攻击基本上每周都在发生 所以我觉得很多这些攻炼他很难起来 那就讲到第四个隐藏能赚钱的方式 刚刚讲前面三个都是公开的 第四个隐藏就是我认为啊这些攻炼会越来越像一个孤岛 那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有当你这个孤岛的时候 你要跟他合作起来就会相对的容易 所以上去挖他也会相对的容易 所以我觉得在所有这些孤岛里面最最明显的就是Polkadot 跟Kusama这两个资金体量最大的 呃曾经媲美以太坊的 然后呢还有像Moonbeam嘛 还有像我们现在看到的Phantom都快挂了对不对 这些地方我觉得他可能都会有他的一些潜在的这个矿是可以去挖的 但是相对风险很高 因为呃工链跟工链之间最大的问题还是桥 那桥不好其实什么都没办法 而且现在也证实了就像multichannel代码没有问题 人出问题也是挂 所以在区块链世界里面如果AI不进来 这也是我这周播客我会讲到 就是我最近在看那个MakerDell 然后在跟MakerDell的这个团队在聊的时候 他们就一直在强调AI治理 我觉得未来可能AI治理可以避免掉 呃multichannel这次出现的问题 对大家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因为multichannel是整个人 人间消失对 然后人被抓了 食药被吐出来这种 这种根本就不聊 对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好然后记得我再听到 我们现在每一集都会抽奖哦 然后呃就达到3000观看率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频道 然后呢我们最近也会出一个 专门卖我们这些merch的这个网站 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说 你希望是用加密货币支付 还是你想用信用卡支付 还是你想要它是一个NFT 你可以去redeem 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记得加密货币投资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话 就绝对不要碰 今天讲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金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y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vice 我们下一集见拜拜